嗨 又是淑文 歡迎回到香港的黃金一代 HK GOLDEN GENERATION 或者HK GENGY的頻道 今次跟大家講講關於黃金一代的特徵 上次應該講了兩個 一個就是 黃金一代對政治比較冷靜 以及我們那一代很崇拜日本 其中一個特徵就是 由於香港那時 處於一個歌舞聲明太平盛世的時期 社會那時 韓國也很 發達 我們那一代沒有經歷過 什麼大規模的裁員 或者失業潮 就是了 那時七八成年的人 你跟他聊天 很少人說你找不到工作做啊 沒什麼做啊 如果你不做就沒什麼做 只不過是你自己不做 或者真的偷懶啊 裁員那些 真的沒有什麼人聽過的 又是大規模整個公司 整個部門炒了 那些很少沒有的 還有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公司老闆出人工 那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什麼廉尾商量啊 那些東西的 那時候 香港打工那時候 七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甚至是很好的 做你的打工仔 那時候真的 沒有人聽過 什麼廉尾商量那些事情 我想現在都沒有人聽到廉尾商量 現在的疫情這麼厲害 失業潮都很嚴重 在香港 那時候 我記得 正式 大規模裁員 那時候 應該是九七年的金融風暴 那時候開始了 那時候 那時候 身邊的朋友認識到 在香港工作 那時候 他們遇上人生第一次的 一個結構性 不是說個別的 譬如一、兩間公司業績不行 裁員不在這樣的情況 是整個社會都遇到裁員的狀況出來 那很多人都不知所措 因為上兩代都沒有試過什麼的 譬如說 老一輩 四、五十年代那些 就 只是擔心一下 沒有東西做 因為那時候工少 已經不發達 但是到這一代 那時候 突然間 一個九七的金融風暴 這樣 蓋下來 很多人 就 大學生 被人裁了 就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很難說 為什麼會裁員 以前 是不是因為我不行 工作能力 喜歡自己老闆 不喜歡我 那些事情 很多人都突然間 就不知所措 就 跟家人聊 家人都不理解 因為 有些誤會 認為你裁員當然不行 諸如此 諸如此 那時候 應該是香港 太平盛世 從七八十年代開始 那時候是第一次裁員 中間的日子 香港人真的 好像鄧小平所說的 賣照跑舞 跳跳 每天都 去吃小東西 唱歌 那時候是很好的日子 但是 不是說香港 那時候特別 賺食容易 但是 市場來說 無論樓市 和金融方面 樓市方面 普通人來說 都算是承擔到的 但是金融方面 每天都是升 很多人都在股票市場上有斬目的 但是 太平盛世日子 直到九七年 金融風暴 那時候就終結了 不知道是否 因為 我不相信陰謀論 但是 有沒有適合這麼巧 剛剛九七年的時候 回歸了好像不太久 我記得那時候 金融風暴 九七年那個 是十月 十一月 爆出來的 那時候 你知道回歸是七月一日 為什麼 有人說 剛剛回歸之後 兩三個月 就爆了金融風暴出來 是不是 被什麼陰謀論出來 我又不知道 那時候 我記得樓市大跌 很多人變了負資產 因為九六年 樓市 那時候去到一個高峰 突然間插水 那樣 經過那次金融風暴 跌了出來 很多人就 做了 大閘下隱 綁住給樓 那時候 很高下 那時候 那時候政府 你知道 剛剛換政府 新上台 那時候 董伯伯 就推行 八萬五 那些政策 增加樓市公司 突然間 停車了 因為很多市民 就變了負資產 那時候 不必再推 這麼多樓出來 令樓價更低 那時候 很多人 就 很不幸 整副身家 在樓 那裡 就 不見了 一大半 那 現在的樓市 就不同了 升到爸爸聲 已經 隔了二十幾年 但是那時候 香港人 就 你知道 如果 很不幸 遇到裁員 被公司裁了 那 睡工沒有了 收入又沒有了 又要供樓 那些 息又很高 那時候銀行 又不肯減息 很多人 叫苦念天 那時候 真的 我聽回來的 當時 那一代 黃金一代 經過七八十年代 高武升平 太平盛世的年代 就叫做一個 怎麼說呢 一個叫做 漁夢初醒 覺得 突然之間 香港轉眼 因為那次風暴 變了全社會 即刻 與往已經不同了 之後發展 我想你們也看到 很多 年青 現在的一代 尤其是大學生 若來越多 九七年之後 社會出來的大學生 但是工 尤其是 人工方面 尤其是 沒有怎樣升 樓市一路 一路 所以市民的 壓力越來越大 這樣也很難怪 這樣就 覺得 那一次的大賽完之後 我覺得 整體社會 轉變過來 人的心態 由那時候開始 就已經不同了 這樣就 這次就說到這為止 下次就再和你們 聊天 拜拜